北京时间11月24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勇士坐镇主场迎来了开拓者的挑战,在此之前勇士已经四连败了。 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勇士来说至关重要,对于杜兰特来说这场比赛更是一场正名之战。 显然在这样的情形下,从比赛开始的那一刻勇士便在进攻端发起了总攻,虽说手机处于落后,但是在进入第二节之后,勇士又变回了那个为什么熟悉的勇士,单节不仅完成了反超而且还取得了两位输的领先。 即便到了下半场勇士依旧牢牢的掌控着场上领先的优势,最终经过此节的比赛,勇士在主场并不宣认的一125比97大胜开拓者,结束了自己的4.100。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两队德个人数据,开拓者方面,麦克勒姆19分5助攻,利拉德23分2篮板8助攻,阿米诺12分7篮板,努尔基奇22分8篮板。 勇士方面,潘普3分11分8篮板,杜兰克32分8篮板7助攻,库克19分5篮板2助攻,利文斯顿11分。 全场比赛勇士各项数据可谓取得了全面胜利。 比如篮球赢了两个,助攻赢了七个,盖茂赢了九个,全场命中率56%,开拓者40.93分。 球命中率53.1%开拓者37.5%把球命中率75%开拓者54.5%。 显然在这样的数据对比面前,勇士赢球,可谓是实至名归。 当然了,相对于激烈的比赛而言,勇士之所以能够打得这么轻松,最大的功臣无疑就是杜兰特了。 全场比赛杜兰特出战38分钟,21投13中,3分球5中2,发球5中4,拿下了32分8篮板。 短期助攻三盖茂的全面数据,正负值加23,显然,但从数据上我们就足以能够看得出来杜兰特表现的有多么出色。 用一句统治攻防两端,的话形容,杜兰特今天的表现再合适不过了。 在进攻端,我们又看到了杜兰特那无解的中距离,又看到了他那翻身后仰的投篮,还有杀香篮下无解的突破。 一点不夸张的说今天杜兰特利用自己的进攻完全撕烂了开拓着的防守。 在防守端,今天的杜兰特也是拼尽全力,无论是个人单防,还是帮队友协防。 即便是在内线大防努尔基奇杜兰特也不再退缩。 显然在杜兰特的带动下昔日的那只无所不能的勇士又回来了,不得不说这场比赛对于勇士来说太重要了。 要知道在过去的四年半之后,大家对勇士产生了质疑,尤其对杜兰特产生了质疑。 大家都在说杜兰特只是一名为巨星,杜兰特破坏了勇士的更衣式氛围, 杜兰特影响了整个勇士的节奏等等话语。 但是杜兰特没有进行板薄,也没有进行攻击,而杜兰特则是用实力证明, 他依旧是勇士那名不可或缺的球员。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勇士今天不仅28分打胜了对手,而且还在比赛进入到最后三分钟。 在胜负已定的情况,夏勇士换下了杜兰特, 而在杜兰特下场之后勇士替补席上的球员依依与杜兰特机长, 尤其是格林更是主动上前与杜兰特机长。 而且在机长之后,还和杜兰特聊了一会, 显然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所谓的更衣式矛盾的流言是不存在的。 而这样一支团的勇士才是勇士应该有的氛围, 相信等护理和格林完全看负之后, 勇士依旧还会是哪个联盟霸主的勇士。